今天我們有Tony教我們做葫蘆瓜的手工藝品 你好 Tony Hello 其實今天我會和大家做一個叫做葫蘆瓜 類似頸鏈的手工藝 我的手上其實有兩個不同的葫蘆瓜 你猜猜有什麼分別? 你們兩個猜猜 顏色不一樣 除了顏色上面 你拿來清一下它 一個會輕一點 一個會重一點 一個會輕一點 一個會重一點 基本上這個就是我們可以賣的 湯開一般用來炒或者放湯 另外大家看到顏色上面有一點不同 其實它就是一個已經老了的葫蘆瓜 現在裡面搖搖它有一點腥 其實就是一些種子來的 我們今天做手工 就是利用這個老化了的葫蘆瓜去做手工 第一個做法大家會看到 就是我們這裡有一點碎片 其實就是來自於這個葫蘆瓜 所以第一個步驟就是用這個鎚 去剝碎這個葫蘆瓜 剝開了之後裡面有些衣 其實這些就是乾了的果肉 乾了的果肉 我們會剝掉它 而且因為它們打散出來有不同的形狀 有些角位比較尖 我們會先用砂紙打磨了 打磨了和剝開了之後 轉回洞就成為了這些不同的大小的葫蘆瓜碎片 我們會先用這個表面 看見大家畫了 這個表面 是我的名字 還有我的同運數字 這個表面 是我的小主持 這個就是我的名字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示範的 這個表面 我們穿一條皮繩就會做到 像這樣一個雕色出來 其實很多的關我們都會幫它做一件事 就是幫它去繁殖 這裡其實因為有很多種藉堂 其實就是杜絕了很多蜜蜂 和蝴蝶 其實不能做繁殖 我們每天早上8時至10時 有些同事就會幫它做壽粉 我們叫壽粉 他們的做法就是 用一些毛筆 就會找一些花 因為花都有分紅性和癡性 就會把紅性的花蕊 掃到癡性的花蕊 所以我們如果想實踐減碳的生活 最要盡量是用一些本地的產品 和佛食一些時令的梳葛 這些是剛才所說的成長了的紅豆葛 這個比在市場來說比較少有 有些農民趕著收成 可能就扎了它下來 應該是比較飽滿 但不要飽滿到一顆 看清楚的形狀就會變老了 黃先生 你好 我叫Nicole 現在大家都說低碳生活 那甚麼叫做低碳生活呢 低碳生活主要是用本地的產品 盡量減少碳的排放 我們應該怎樣實踐低碳生活呢 其實很簡單 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們在衣食住行的幾部份 其實都可以實踐 食那部份當然是買本地的梳葛 就不用在老遠在其他地方找一些梳葛 就減低飛行的旅程 除了在飲食方面可以實踐 在其他衣食住行又怎樣可以實踐呢 行的方面我們盡量少些用試駕車 多些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甚至行路是一個很好選擇 住方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少些用冷氣機 多些是用天然的風扇或天然的風 變成減低用電量 為何我們要實踐低碳生活呢 很多人都不會很明白 因為碳的排放對於地球的污染 會造成一定的傷害 我們希望能夠減低碳的排放 令到我們的空氣質素會有改善 我想問一下有機農莊是有哪些方面 利用了低碳的理念呢 其中一件事我們是用了一個太陽能的熱水器 希望減低我們用電量 有機耕種是這件事很重要的 我們有保持很多記錄 包括肥料的來源、成份 是否可以符合 是否天然可以符合到泥土 我自己本身是有做堆肥的 但堆肥也不夠 都要在外面買一些其他輔助的肥料 大部份的花是黃色的 所以他們以為那裏有些好食物 就飛過去了 小部份是紫色 大部份都是黃色 大的風扇就是以往 應該是很多年前舊的牆煮 大家估不出芋頭是種得很久的 芋頭要種成三個半月 即是又要看天氣 又要看天氣 又要看天氣 又要看剛種的溫度 變成很多東西都得來不易 即是不試過都不知道 你好呀 黃先生 我是Wendy 我想問問你究竟甚麼是有機 有機耕種 有機耕種 要純用自然的經營方法 去施肥和俱從的方法 亦都希望能夠最終目的 可以保護到大自然的資源 和可以達到共存的效果 有機食品對我們的身體 和大自然有甚麼好處呢 有機食品剛才說過 因為我們製造的方法的時候 是沒有落到任何農藥 或者化學物品 亦都是沒有基因改造的 變成對人體健康來一定的保證 有機食品的味道 和我們普通食開的 有甚麼分別呢 如果酒單憑味道 就未必一定可以分得到出來 反而就是有機蔬菜 因為種植的時間比較長些 它纖維比較多 對於我們的腸胃各方面 就一定會有好處 還有有些懂食的人 就說有多些菜味 可否介紹一下你們有機農莊的耕作法呢 青葉有機農莊是採取 美國農業部認可的合資格的耕作法的 就是用純天然的 一些沒有基因改造的種子 以及用一些有機的堆肥 加上其他副作肥料 例如花生虎、骨粉 亦都是符合有機認證的 我們用殺蟲的方法 純粹是用一個比較自然的 用天然的物質去防止我們的蟲和 王先生 其實這煲湯是用甚麼材料做的 這個主要材料是用鮮人掌 我們鮮人掌是墨西哥 米邦塔的鮮人掌種 對於食料是非常有功效的 主要材料其實都是用鮮人掌 用紅蘿蔔和粟米 亦有雜豆 這碗湯也挺好喝 我們可否在有機農莊 買到這些鮮人掌 拿回去給爸爸媽媽煲湯呢 王先生 當然可以 我們煲湯通常是用老片 因為牠的纖維比較多 除了煲湯之外 鮮人掌有些亂片 可以榨汁或者做一些鮮人掌 沙律都相當好 大一點是大快一點的 有些是新鮮亂一點的 我們叫做亂片 大家都可以吃 不過吃方法有些不同 木瓜也是 生果也是 其實都是由一朵花 受了蒸之後 就開始大了 就這樣生出來 我們知道牠熟 有其他東西都知道牠熟 開始來到侵襲牠 吃牠的了 看到嗎 蟲、鳥、鳥就來了 這個萬物的世界是很神奇的 人知道熟 其他人都會知道熟 不用牠熟 那些白花腿蟋草太多 我們拔掉牠 避免牠佔用的甜 就可以種其他東西 但其中其來 可以曬乾牠 用來賣出去 或者用來煲涼茶 九月月底 所以可以把麵包打乾淨 然後就開始了 煲涼火 出火 來煲涼火 就知道 是煲涼火 不斷就好了 煲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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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煲火